好,欢迎继续回来收听小娜为自己出征的过程 那小娜刚刚有聊到关于她多年前可能开始发现自己可能生病的这件事情 那我自己有个经验,就我曾经在好像十几岁的时候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我很早就出国嘛 然后有一年回来,好像出国没多久,然后回来 我就开了一场就大型的音乐会 等于生平第一场大型音乐会 那那个听就是直接就是两千人的那一种 然后第一次是自己一个人撑整场的一个演出 其实那个分量是非常重的 然后我就记得,因为我又都只有在暑假的时候回来 那能准备的时间也没有很多 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记得说 因为其实我记得好像才十六七岁吧 然后每天,我练完琴啊或什么 我常常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会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力气 就没有不来近,你知道吗?那种感觉 就会觉得我走在楼梯间 可能走着走着,然后我就想要坐下来 然后我一坐下来呢,我就会开始放空 就发呆很久 可是本人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不会发呆的人 因为我其实是头脑动很快的人 我其实一直不断的在动的人 所以我很少有那一种是静下来 其实到现在我都不会发呆这件事情 可是那个时候我就发现自己就常常会可能坐着 就想要,就不动就不想动了 然后有时候看着镜子就觉得有点想哭 然后就觉得很奇怪,因为我从来不是那样的人 然后我后来,因为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大家对于可能忧郁症什么 还不是这么熟悉的时候 然后我是到后来才知道 搞不好我那个时候的症状 其实就是已经开始 可能是因为面对压力的时候 抗氧型可能还不是很够的时候 面对压力的时候的一些症状 可是后来其实是OK的 因为后来就可能我也只有出去走走 很快的,因为我还蛮乐天的啦 阳光的,就很快的这些症状又不见了 可是在那个当下,那么一点点的征兆 其实让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就觉得其实应该就是现在在讲的很多人 现代人的文明病吧,痛病 我面对压力的时候 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其实严格讲起来了 已经好像很难用一种很乐天 很纯真的一种态度直接去面对 因为很多可能,很多无奈啦 很多要承受的一些事情 对,那小纳水你后来 你后来有经过治疗吗?有吃药吗? 有,吃了三个月 副作用强到我没办法正常的说话 怎么说? 怎么说? 因为她其实,因为 我发现我自己都要早上才会睡觉 我没有办法晚上睡觉 我会害怕入睡 对,然后我不喜欢看太阳 那那个是吃药的副作用 还是你本身生病的时候就有的 生病的时候 所以我希望可以早一点入睡 所以有开那种就是 让我们可以 让我们这种就是症状的病患 可以早一点入睡的药 其实我已经忘记它的名称了 就帮助安眠的一种药物 哇,那个一吃下去之后 十分钟可以立刻入睡 对 那醒来之后会晕眩 因为它其实有一些副作用 那会发现自己的状态 比没有吃药的时候还 还不好 还不好 对 那后来怎么办? 呃... 医生 也很特别 就是医生说我从来没有看过 像你这样的病患 就是重愈症 然后还可以讲话 怎么清晰有条例 所以好吧 就是让你开心力 就是药物减少分量 对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就吃三分之一颗 从一颗的量到半颗 到三分之一颗就好很多了 那就从凌晨入睡或早上入睡 变成两点入睡 然后变成两点以前入睡 这样子 就慢慢的恢复正常 慢慢恢复正常 那那个犹豫症的药液 也透过智商辅导来 就是开始不实用 因为我发现那个 其实就是这样的文病 很多都是因为我们太多的压抑 自己的愤怒情绪 或者是 曾经很需要被关怀的 心理创伤也好 心感创伤也好 但是我们一直没有去处理它 对 那透过那个智商辅导的过程当中 我发现就是 我真正需要的是 有一个重要的人 在我的生命当中陪伴我 有一个重要的人 在你生命当中陪伴你 支持我 对 你有找到这样的人吗 我有找到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应该是说 我们现在的关系还在转化 因为这是 因为我们现在是 智商师跟个案的角色 对 那我们现在今年是 马路第三年了 那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说 我们怎么样做一个 以结束为目标 但是是happy ending的目标 不是消极的结案 对 而变成是一个朋友形式 或者是 怎么样可以在我自己 现在生活当中 去创造一个这样的人 因为我发现我生命当中 好像都是 一个阶段就离开 一个阶段就离开 嗯 这样这样子的人 没有一个好像你觉得 可以很长久的 都会在的一个人 应该说除了步入婚姻以外 应该就没有了吧 不过现在婚姻也不一定好 哦对 现在离婚率一个 没两对就一对了 哦对 也是相当的高 嗯 对 是 所以这个 嗯 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耶 嗯 对 那你觉得你 真的是需要这样子的人吗 还是其实 我发现像我们就是 或许你可以转换一个心情 也不一定 从小没有父母亲 对 或者是中途被遗弃的孩子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人 很重要 嗯 需要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是需要的 嗯 因为 我觉得 像我 我有发现就是 在我现在这个阶段 遇到的这样的孩子 其实他们都 我们都会觉得 我们是一个没有根的 对 嗯 没有根的叶子嘛 树 没有根的树 别人是有家可以回 我们是 没有家可以回 对 别人是 欢 嗯 慶 节庆的时候 可以跟 所谓的天伦之乐 对 全部人聚在一起 对 甚至于我们可能要求的也不多 我们并不一定要很开心 但是我们就是想要有那个连结感 对 其实我们没有对象可以连结 对 朋友 大家都回家了 是 是 那常常都会觉得自己是 到底 活着是为了什么 有什么可以贡献的 嗯 可能 有的人没有梦想 嗯 可是他的梦想其实就是 在家里成为一个好儿子 嗯 那 以后成为一个好妈妈 对 可以 在家里有贡献 可是我们 其实上面没有人照顾我们 对 对 我们常常对于 我们的未来跟发展是 没有方向的 对 没有方向的 嗯 所以什么叫为自己出征 为自己而活 很多时候是透过那个 另外一个重要他人的我们 当一个幕后的推手跟推力 让你们得以去跨出那一步 对 看见自己的能力 看见自己其实真的可以在 自己的生活当中 真的创造一些什么价值跟意义 嗯 对 嗯 嗯 嗯 不过现在的你 你自己觉得如果 靠你自己的能力 你 你现在应该是可以 就是你可以看见自己要做什么了 哦 但是你现在也 你现在就在扮演一个幕后的 这样子的一个推手 对 去推动其他孩子 对不对 对 嗯 那你接触他们的时候 你 因为我今天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 我就觉得你非常的 哦 我用了一个形容词 英文的形容词 说很colorful 就非常的那个 那很多颜色在你的身上 谢谢 很亮这样子 然后 你就跟我说 因为呢 因为你接触很多对象都是 可能孩子 然后他们也喜欢比较 可能活泼的一个方式 对 所以你现在基本上你是用这样子一个 很活泼的一种 一种方法去引导他们 对不对 哦 其实我非常喜欢黑色 然后我以前都会把所有的黑色放在身上 哦 你不行不行不行 你不能一直适合你 不能一直在黑色环境里面 多令人担心啊 黑色的眼影 黑色的上影 我绝对不让你喝黑咖啡 里面硬要加牛奶 哦 那 我发现就是 孩子会比较 不敢靠近我 他会觉得 哇 这个 好严肃哦 好难接近哦 这样 好酷哦 好 好 好 飞逊哦 他是不是都唱摇滚乐啊 那是个Rocker 这样子 对不对 那我发现 我真的很希望可以跟这些孩子建立关系 来告诉他们说 可能十年前 十四岁的我 看起来未来是非常的 没有希望 没有盼望 甚至于 在自己的梦想的路上 是不知道可以看见 到底有没有路可以走 但是当我去 相信我自己可以有梦想 并且真的走在这条路上的时候 十年后会是不一样的 而没有再放弃这条路 嗯 那我也希望用自己的故事去免疫这些孩子 嗯 可是首先呢 要免疫之前 我得先建立关系 你要进入他们的世界 跟圈 圈子里这样子 那我发现他们很喜欢什么 水姑奶奶啊 水蜜桃姐姐啊 什么西瓜哥哥 你现在是什么姐姐来着 对啊 我可能就 我的英文名字叫Summer 所以我就是夏天姐姐 夏天姐姐 对 他们就觉得 欸很好很好 所以就开始为了想要贴近他们 让自己身上有很多不一样的颜色 Summer 今年的夏天真是为你而热 对不对 好热的夏天 你现在就是一个很炙热的太阳 我觉得你是在发光 对真的 所以你你后来就是你在你完成的那个环岛的用脚踏车 对 用骑士的身份去进行的环岛的工作之后 你接下来还有没有一些新的一些构想 哇我现在非常exciting是吗 很兴奋吗 下次怎么英文教学课 对 非常兴奋因为我们8月1号到8月8号有三个孩子 我们要从台中市出发 嗯 走路到屏东 那 用走路的啊 嗯 可以穿溜冰鞋吗 中间会穿插一些搭车的方式啦 对 但是我们不会主动拦车 我们会在背后贴上 领约旅行 帮我好吗 嗯 对 那这一次就是很特别 不只是我一个人 有三个孩子 平均年纪是17岁 嗯 那我们其中一个成员是单亲 对 其中一个成员是家庭 就是经济比较弱势 嗯 那另外一个是正常家庭环境下长大孩子 我觉得刚好我们组在一起都是各个不一样的状况的啊 嗯 成长背景下的团队了 嗯 那我相信他们在这样旅程当中会有很多的收获 那当然也有很多的回馈 所以我们会在年底从10月开始到12月会有四场的演讲 嗯 让这些孩子站在舞台上 让他们重新有不一样的看见自己的专场 那大家如果就是在8月1号或者是8月18号这过程期间 有看到我们的身影 就是背后有个布条写 领约旅行帮我好吗 或者是上电视记得给我们加油这样子 哈哈哈哈 好啊好啊 那个那个观众朋友赶快 哈哈哈哈 赶快去把这几个字写起来 以后在那个只要这段期间有看到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伸出援手 跟他们一起帮忙他们完成这个梦想 哎我现在很担心 你现在一旦公布会不会到时候有一整排的人 然后贴跟你一样的布条 就开始变成那个多人环岛旅行了 我知道之前其实有人做过林园旅行这件事情 但是我 我有看过一本书有一个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也是这样子 对他也是好像也是有贴那个字条 然后他也是一路上有很多惊奇惊喜这样 对我之前有看过这本书 但我发现就是那个持续性 嗯我觉得对人生的规划不一样 我希望是以这个为置业的 嗯 对就是像我不知道听众知不知道就是饥饿三十这个活动 嗯 世界展望会班的 对大家应该都晓得 就是要二三十个小时嘛 然后大家体验一下在非洲的孩子 他们没有办法吃 饥饿的感觉是什么 那我希望这个林园旅行可以带领更多的青少年 在这个活动当中更多的体验到自己 其实是有很多潜能的 嗯 然后有很多宝藏的 嗯 可以发挥 嗯 其实不是像社会上我们现在普世的价值观 一定要是很高的学历 嗯 或是要高科技产业才可以有好的收入 嗯 但我们挖到心中的宝藏 而且愿意将这个宝藏 发挥出来 嗯 捍卫自己的梦想的时候 嗯 一定会比别人更闪亮 嗯 那你刚刚也有提到 就是在可能你们完成这一趟旅行之后 会有一些可能演讲的一些活动啦 嗯 然后让孩子们也可以站上台跟大家分享 对 那分享这件事情 其实对他们来说相当的重要 对不对 也相当的困难跟挑战 怎么说 因为他们平常应该比较 是比较不敢打开自己 非常害羞 跟内向 对 对 那你到时候会 呃 算是就是陪伴者的角色 对 那会就像你一样开场啦 启程转格 结束 那带领他们怎么去说自己的故事 是 是 那接下来 因为我我其实很好奇 因为像之前 你呃 你曾经用脚踏蛇环岛 然后你现在又要用 就是都是零远的概念 就是因为从零出发 对 我想你这个应该是你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一个构想 就是都从零出发 嗯 可是到时候会带着满满的一些 呃 带着千万的回忆 对 带着满满的回忆跟资产回来 对 那可是因为 我想因为这个过程 嗯 嗯 现在当然当然希望是顺利的 没有错 可是我我我的想法是说 在这个发起的过程当中 你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帮助 或是资助 因为其实 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呃 你在帮忙别人的这个过程 我想应该也需要有一些人 呃 更多人来呃 响应或是回应你 对不对 嗯 那在呃 有没有什么是大家可以去做的 或者是可以做一些 指纸上面的帮助的事情 我觉得这很重要啊 对 好 哈哈 其实我们就是 做这件事情 同时间也是在过程当中 记录拍摄 对 那我们会制作 就是励志纪录片 嗯 所以如果就是 大家非常的 嗯 觉得这个活动的意义很好 这概念很好 甚至可以唤醒大家的 嗯 那个叫什么 正义的实感嘛 哈哈 对 或者唤醒你就是 是这个社会太黑暗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唤醒你呃 曾经很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没有办法做 或者是以往的热情 那你真的 很 非常期待大家可以就是来 共享盛举 就是 共享盛举吗 可以来购买我们的呃 纪录片 又或者是可以在我们的沿途过程当中参与 嗯 对 嗯 可以呃 跟我联络 哈哈 对 请打 Triple W 哈哈哈 对 不过想那因为呃 接下来因为从 99年那算是你第一次呃 就进行这样的活动嘛 对 那在在那之前你有尝试过什么 可能比较小型的一些 没有耶 你就直接第一 第一件事情就直接去做了这样的一个 很大的一个创举 对 其实 没有想过它是一个很大的事情 嗯 我到现在都快觉得 这都是小小的事情 嗯呢 嗯 但是就是持续的在发挥一些影响力 嗯 嗯 所以未来的你 嗯 嗯 还想做什么事情 哈哈哈 跟大家分享一下嘛 哇 对 对 好 我觉得当我说出来的时候都是再一次的坚定这个 梦想 好 35岁之前 希望可以成立一个协会 可能叫做 梦想骑士协会之类的吧 好 那个名字未定 没关系 到时候我们大家一起帮你命名 好的 进行投票这样子 我真的非常需要大家的 就是想法 那再来就是 我们会研发课程 那让孩子就是透过旅行来 找到自己的价值 自己的目标 我自己的部分就是会 踏出台湾到国外陵园旅行 那 哇那个是非常 这非常需要勇气哦 每次可能就是半年的时间 那在这半年的经历 再带回来 跟台湾的孩子 跟台湾的听众 跟台湾的民众分享 所以你接下来 你觉得旅行是一定可以 应该怎么说 你觉得旅行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吗 或学习 让你学习到很多事情 我觉得是 从零开始这件事情 很多人都在旅行 很多人都在办公中旅行 很多人都在周末的时候 周休日去旅行 对 但经常都走马看花 又或者只是为了想要逃离现在的压力 而到一个空旷的地方放松 可是回来之后会更空虚 我觉得从零开始出发是一个 看见自己跟沉淀的过程 那是很不一样的 对 对因为本来是 什么都没有的 就是放弃了所有有拥有的一切 对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 但是真的需要勇气 难怪你一开始有讲到很多孩子 可能一开始觉得 哇 cool这样 然后后来已经觉得 嗯算了 对 不过我觉得现在很多人 其实还是有蛮多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 应该会打动蛮多人 而且会勾起很多人的那个热血 我好期待哦 真的吗 你已经开始在期待了这样 对 可是Summer姐姐 到时候可以改名叫做秋天这样 天气真的有点热 好的 你在环岛的时候可以那个降温一下 哦可以大概在50岁变秋天阿姨之类的吧 真的吗 对 干嘛这样子 你现在还很那个年轻热血的 对对对 那所以那个孩子 呃那 呃呃你说有三个孩子对不对 对 你是这是精心挑选过的吗 没有耶 是他们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非常主动 而且积极的投入在餐饮当中 甚至于他们都已经说服他们的父母亲来要跟我旅行 光这个关卡就非常的困难 他们每一个都告诉我没有困难 真的吗 他们甚至于就是父母亲只问他们说 是不是很安全 这样就OK 对 这是我 还蛮惊讶的地方 对 对耶 他们父母亲也很勇敢 因为从我环岛 就是其他之后环岛结束之后 一年半整整就是都很多孩子很踊跃的报名 但是实际参与是零 哦真的 对 OK 就是雷声大雨点小这样子 雷声大没有雨点 连小雨点都没有 对 这个陈云要改掉 是 哦OKOK 真的蛮好玩的 那你们要做这件事情之前 有没有什么 行前的工作特别重要 虽然是从零开始 可是应该还是得规划吧 有规划 让他们去了解 食一住行 各个行业的专家 嗯哼 对 怎么说呢 我会带他们去职场直接实习 比如说去餐饮业 那我们就从开店 哦所以你基本上你的工作 呃 也 也 等于是帮助他们在 呃 就业这一块也是有辅导 对不对 对 嗯哼哼 你带他们去了解 了解餐饮业 他们从开店 然后到打烊 要做哪些事情 嗯哼哼 那他们就透过那个实习的过程 可以换工 可是这是友善 我已经规划好 可以换工 嗯哼哼 那我们出发18天 就是由他们自己主动 去询问陌生人说 你好我们在旅行 我们可以用微笑 用打工 用打扫 用 自己的 用自己的力量这样子 来完成 取得自己需要的东西 或者是需要的一些帮助 然后再去完成这件事情这样 对 嗯 哇 不简单 不会 你OK的 谢谢 我们期待你可以从夏天姐姐 然后一直不断的呃 坚持你的梦想 直到你成为秋天阿姨 烧热大脚 对 秋天阿姨 然后哪一天是秋天阿嬷之类的 应该是变冬天阿嬷了吧 冬天阿嬷 还是个刚好 然后就 就可以很 带着微笑 跟这个世界说拜拜 这样 哦 好 好耶 不错啊 谢谢你 所以我们今天把那个 所谓的起承转合 都想到了这样 对 对 我们春夏秋冬要转一圈 才准让你离开 嗯 谢谢小娜今天跟我们的分享 那也希望听众朋友 如果有听到听见小娜的故事 或者是看见小娜的努力的话 大家都可以用自己的力量 呃 来帮忙完成这个梦想 或或者是用自己的力量 也去帮助更多 需要帮助的人 嗯 对 小娜谢谢你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然后也期待你到时候会 呃 带着很多满满的回忆 好 好 搞不好也会来跟我们分享啊 对不对 哇 带着满满的回忆 一定要的 我非常期待就是 听完这一集的听众会想要听 下一集什么样 续集吗 对 我们相约续集 好的 但到时候我可能要逼迫三个孩子来 哈哈 好啊 对我要逼迫他们打开心房 好 没问题 来跟我们讲故事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 你的故事我想会带给很多人 呃 生活中没有想到的另一份勇气 谢谢你 那我们也祝福你的呃 旅行一切都顺利平安 好 谢谢大家 好 我们等着到时候在台湾各个角落 迎接你们的到来 好 拜拜 好 各位听众朋友谢谢你们的收听 那也一定要帮小娜加油 那我们也呃 下次哦 相约续集咯 好 好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